民航法無人機專章將於3月31日實施 屏東縣政府今天公告遙控無人機開放飛行圖資 交通旅遊處長黃國威表示 針對地方權責400英尺以下的空域 屏東縣採負面表列方式公告 禁止及限制遙控無人機飛行區域 那其他在400英尺以下的 扣除掉剛才我講的 比如說在機場旁邊的啦 或者是航站旁邊的 或者是原本就是進線航區的啦 就我們剛才講的 比如說我們的相關中央公告的地方 還有屬於公共利益的地方 就比如說在人口密集住家上方 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等等這些 都是屬於禁止飛行 或者是限制飛行的地方 那扣除掉這些以外的地方 都是可飛行的 黃國威表示 縣府考量安全隱私等問題 將人口較密集處 及現有高速地區清航機空域予以限制 而大鵬灣小琉球等觀光地區考量 卻有美景拍攝需求 以行銷頻線觀光 該等地區除住宅區商業區外 開放遙控無人機飛行 另肯定國家公園範圍 則須遵循國家公園法等相關 遙控無人機飛行申請規定 此外縣府也規劃離港高速 竹田及新園等非人潮聚集區的空曠地 開放讓擁有大型定義型遙控無人機飛友們 能大展身手 這三個場域都非常漂亮 而且都經過專業人士評估 然後民眾的部分 我們也做一些的說明會 也跟相關所去會看 那大家都是一致認同 都可以接受 那我們先找出這個場域 未來我們會製作相關的一個標準跑道 縣府表示相關遙控無人機公告 圖資資訊 即日起可於縣府官網 及交通旅遊處網站查詢 縣府強調將持續會整 各機關圖資及民眾意見 滾動修正相關禁止限制 遙控無人機飛行場域 以顧及民眾安全 和遙控無人機玩家飛行權益 評論新聞張如玲劉健榮 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盛